上回书说到云南王王显 先锋关火灵关张美 为了报答太后老千岁 报答逍遥王刘秀的恩德 带着九万大兵 离开翻兵大营 就杀败了烈焰山 要替刘秀灭众家返王 帮着刘秀安顿天下 九万人马到了烈焰山的山口 炸下大营之后 四位洞主带着七万兵 看守山口大营 火灵关张美就跟王爷 带着两万番兵杀进了烈焰山 没想到进了烈焰山之后 吉兄军走了一百多里地 就没看见反王的一兵一将 这天王显让大家埋锅造反 等军士把番做得了 端起碗雷要吃了 炮声一响 撞出三千青旗兵 当中间掌气官高挑闹龙旗 旗下小枪王刘林 压住全军大队 两万番兵只好不吃饭了 王显传下命令 旗队列阵 炮声一响两万番兵 也把队伍裂开了 两军人马把阵势列圆了 王显王对面一看 小枪王催坐下马 担任毒计 冲出阵来 到两军疆场 勒住坐计 那么小枪王 为什么在这时候带兵来了呢 书中按表 大枪王跟小枪王 想借助天下众家反王的势力 夺大汉天下 大枪王跟小枪王 对待十几家反王的看法 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对付的方法也不一样 云南王王显的威人 大枪王 小枪王 知道的非常清楚 所以他们最后才派人到云南府昭童郡下书 这个云南王王显是个忠厚诚实的君子 他不会说假话 所以小枪王的使者刘婉 到了云南昭童 王显就跟刘婉说 我必须派人到中原打听明白了 到底是刘秀好呢 还是枪王弟兄好呢 到底是刘秀不对呢 还是枪王弟兄不对呢 弄明白了是非之后 我王显才能发兵呢 刘婉回到猎岩山是如实回报啊 所以云南王带着十万番兵 到了信都关城外 扎下大营之后 小枪王就得报了 小枪王没派人跟王显联系 他想看看王显 跟刘秀交兵的动态 所以在猎岩山里 他发出连环探马 打探军情 第一路探马 进山禁报小枪王 说云南王王显带着十万大兵 兵闸信都关南门外 小枪王高兴了 小枪王的军师老道还法清也高兴了 说小枪王流林着急 老道还法清也着急呀 他们是同床异梦 咱们前文书说过 这个老道还法清 是王莽架前 一字殡尖王徐世英的徒弟 他保的白汉王刘洪 那是王莽的东宫太子 他们君臣狼狈为奸 想借助大枪王小枪王的势力 恢复大新天下 现在呢 枪王弟兄就是对付不了 逍遥王刘秀 云南王十万大兵 来到信都关城外 闸下大营 小枪王高兴 老道还法清也高兴 等二楼探马进山 禀报小枪王 说翻兵跟刘秀的兵将 已然在信都关城外 打起来了 云南王王显跨下马 掌装八宝藤蛇枪 力胜几元汉将 跟汉元帅马元寇勋杀了个平手 小枪王更高兴了 等三楼人马进山禀报 说翻兵大营梁台失火了 小枪王更高兴了 心说这把火肯定是汉将放的 功高者莫过救驾 嫉妒者莫过绝粮 汉将要是烧了王显的梁台 那王显还不跟刘秀玩命啊 小枪王乐得手舞足蹈 没想到他还没高兴够呢 四楼探马进山 禀报小枪王 千岁 了不得了 老太后在信都关外收降了王显 小枪王跟军师通天道人 还法清一听就急了 小枪王愣得说不出话来了 就生这一朝起了 没想到云南王王显也归降了 通天道人还法清就跟小枪王刘林说 千岁呀 这个王显归降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老太后当面收服王显 这个王显为了报答老太后的恩德 我想他一定会带领藩兵攻打咱们烈焰山 千岁呀 您可得早做准备 小枪王哼了一声 军师 咱们早已然在烈焰山中修筑好了攻势 还怕翻兵来攻山吗 只要王显一到 我刘林就作为引阵之人 把他带进山中 让他一败涂地 太好了 太好了 千岁呀 您就得这么办 必须灭了王显 小枪王立刻发出探马 打探军情 所以王显兵马一进烈焰山 小枪王 刘林早就得报了 一站一站探马 连环探马 到小枪王面前 离报军情 九万翻兵 扎营 小枪王也得报了 云南王 王显跟先锋关 带着两万 翻兵 进了烈焰山 小枪王 刘林 也得报了 刘林 挡着 暗中 带着三千 青旗兵 等探马 离报 小枪王 说云南王 两万 翻兵 埋锅造反 端起碗了 要吃饭了 小枪王 刘林 往下传令 来 响号列阵 到 炮声一响 三千青旗兵 列开阵势 小枪王 刘林 跨下马 掌中 大枪 押住 全军大队 这时候 王显一看 对面 刘林 列阵了 王显 让张美 押住 全军大队 他刚要 催马上前 小枪王 刘林 依然来到 两军江场 勒住坐骑 请 云南王 马前 答话 王显 赶紧催 坐骑马 直奔小枪王 也把 坐骑 勒住了 王显 在马上 抱拳拱手 对面 是小枪王 千岁 孤乃 云南王 王显 是也 不知 小枪王 唤孤 马前 答话 所为 何事 小枪王 刘林 在马上 拱手 还礼 请问 云南王 千岁 因何 来到 我 列延山 千万千岁 我 王显的威人 天下 人人尽知 我 说出话来 做出事来 就要光明正大 想当年 大汉朝 平地 在位之时 万岁 传下口旨 命我到云南 前去镇守 我身为云南王 镇守边界 没想到 王莽 弑君篡位 天下大乱 你们也在 河中 服起事了 为了 安顿天下 我才在 象山前 召集 各位 东主 自立为 南藩王 我一心 要灭 王莽 安汉 是天下 小强王千岁 天下人 全都知道 是逍遥王 刘秀 带着 忠勇的汉将 打了五年的仗 灭了 王莽 复兴汉室天下 没想到 更是皇帝 吴德呀 他在朝中 重用八大 奸臣 这奸臣 也到云南 传旨 让我 单人 独计 构奔长安 所以我王显 并没 遵旨 奔长安 前写日子 你的手下 刘婉将军 身为秦差 来到云南 昭同 面见姑 想让姑 兵发河北 跟你们 枪王弟兄 兵和一处 跟逍遥王 刘秀 作对 小强王啊 你也姓刘 逍遥王千岁 也姓刘 更是皇帝 也姓刘 你们都是大汉朝的宗亲 而我王显呢 我可是外姓人 我明人不做暗示 所以我告诉你的使者 刘婉将军 让他转告你们弟兄 到底逍遥王千岁队 还是你们弟兄队 我必须打探明白 才能发兵 也赖姑啊 我不应该轻信 帐下先锋官张美将军之言 兵发信都 跟逍遥王汉兵汉将对阵 现在我大汉太后老千岁 依然把旨疑传下了 而且把国事告诉我王贤 姑 这才知道 逍遥王千岁 是一位贤德之主 而且是灭亡莽 复兴大汉天下的功臣 姑手下 先锋官张将军 是因为在十几年前 跟逍遥王千岁有些瓜葛 他才谎报军情 犯下大罪 逍遥王千岁 跟太后老千岁 不但不怪罪 反而以国家大势为重 封张美为我手下天将军之职 姑君臣二人 今天来到烈焰山中 是想劝劝强王千岁 要以国家大势为重 小枪王啊 你要知道 庚使皇帝无德 重用拔打奸臣 这些奸臣才能够思改圣旨 逍遥王千岁脱袍让位 他造明了庚使皇帝 赵安天下各家返王 全都奉为王侯之位 但是奸臣思改圣旨 这些事情跟逍遥王千岁 并没有关系 庚使皇帝自知有愧 已然葬身黄河了 这些事呢 也就算罢了 枪王千岁 希望你告诉烈焰山中 众家返王 让他们揭兵霸展 帮助逍遥王千岁 治理天下 是百姓早日安生才对 云南王王显说的确实是肺腑之言 没想到小强王琉璃是哈哈大笑 云南王啊 你言之差矣 庚使皇帝无德 逍遥王无道啊 如果说逍遥王不在帝都 他远振他方 还可以说他远离长安不知国事 可是他在庚使皇帝身旁 陪王半价呀 既是逍遥王灭亡莽 复兴汉使天下有功 又脱袍让威 那么更是皇帝肯定会 事事都跟逍遥王商议的 逍遥王怎么会不知道国事呢 他们弟兄二人 一个为帝 一个为王 只顾贪图享受荣华富贵 云南王 你远在昭童 你不知道河北之事 河北连年荒寒 更使皇帝不理 逍遥王刘秀假装不知 致使天下遭到这个地步 怎么能说逍遥王是个贤王呢 云南王 本王也知道 你跟太后老千岁有骨肉之情 所以你才在此替奸王刘秀说话 好啊 我刘林也不跟你争辩 你既然带兵前来 少不得要在马前一站了 说着话 小枪王刘林一抬腿 嘎啷一下 就把银枪摘下来了 把云南王气坏了 苍梅稻树 虎木圆征 脸上颜色更变 胸前银然漂白 晃身形 擦愣愣假印 声音响 王显一伸手摘下八宝藤蛇枪 双手往回中一带 这枪啊 整个一个对头弯 刘林 想在两军疆场撒马一战 就请你尽招 好啊 刘林心说老不讲筋骨之能 英雄出一少年 你比我得大个二三十岁 今天就让你死在我刘林之手 抖银枪就炸 王显手中正弯着自己的藤蛇枪 一杀手 一杀手 蹦枪招架 两人马打盘旋 就冲杀一处了 两军人马 勒鼓助威 杀了几个回合 小强王 刘林 是暗自吃惊啊 他可知道 云南王 王显八宝 藤蛇枪的厉害了 他手中是宝枪 我得留神 两个人杀了十几个回合了 小强王知道自己打不过王显了 云南王 姑劝你立即出山 不然的话 叫你死无葬身之地 说完这句话 二马一蹭蹬 小强王流林不打了 拨马回队了 五千骑兵 一看强王归阵了 一起拨转马头 五千骑兵 跟着小强王流林 就往山里跑 云南王 王显气网上撞 高声含嚷 流林 有胆量你回来 小强王流林 再马上一回头 云南王啊 姑可已然劝你了 让你立即出山 你要此时出山 还有你这条命在 如果你要追赶 姑的人马 你必然会后悔 云南王王显 哪能被小强王 几句话就吓退了 把手中八宝 腾蛇 前往空中一举 我兵追 他一马当心 追赶流林的 五千骑兵 火灵官张美 指挥着兵将 随着云南王 王显 就追进山里了 王显带了两万帆兵 追进了烈岩山的深深的山谷 就瞧见前面道路是越来越窄 千王的人马 一会儿看得见 一会儿看不见 是四隐若现 追着追着 可就看不见 小强王这五千青骑兵 云南王王显 王四位一看 就看前面四山环抱 当中点地势平坦 是一块原地 所有七八里方圆 云南王双处一靠瞪 就把马勒住了 王四位仔细观桥 四边的山壁陡峭 山上一棵树木都没有 这山哪 就好像人工把山给削平了似的 是人工削的 不是天然的 王显正瞧着呢 就听见身背后伤口 呼了 哇 啪 紧接着人寒马四就乱成一团 王显跟张美急忙拨马 往回一看 王显可愣了 火灵观张美也傻了 兰奇小笑跪倒在云南王显的马前 踢揍王爷 山口已然被巨石堵住 请王爷定夺 张美一催索下马就奔了山口了 王显不放心 王显也奔向山口了 到了山口一看可了不得了 几千斤一块的大石头 几百斤重的大石头 这些石头把山口堵得严严实实 就在这个时候 前哨的探马也回来了 七走王爷 此山没有出路 四面山上没有一条小路可以出山 哎呀 王显是大吃一惊 这一惊非同小口 王显刚要跟张美说话 就听见四面山坡之声 帮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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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 帮子响了 紧跟着 倒倒倒 啥呀 拿王显的 周帆帮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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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 organisations 一样 书中暗表 这座山是天然的 一座骑山 山口非常窄辖 山内有一块平地 这块平地特别平 就好像一个木桶的桶底 四面的山坡呢 就把这山中桶底一围 就跟这木桶差不了多少了 四围全都是山石 又斗又平 一棵树都没有 一棵草都没有 大枪王小枪王跟仲家返王 从信多关 败进烈焰山之后 大枪王就跟小枪王 还有军师老道还法卿 白汉王刘洪商议 在烈焰山中操练人马 一定要把大汉朝天下躲下来 所以就让兵将在山中修筑公事 几个人商量好了 如果说汉兵汉将 急于攻打烈焰山 那好啊 就利用山石把汉兵消灭 绝不能让刘朽的一兵一将 跑出烈焰山 如果说刘朽跟元帅马园 不攻山死守信都了 那就更好了 我们在山中准备好的兵将 遇见机会再坤信都 消灭汉兵 然后进兵长安 所以千王弟兄就亲自带兵带将 选择帝氏都造公事 这头一道公事就选定了天然的木桶山 原来这座山呢 山口两旁各自有一条小路 从小路一直能通向山顶 绕进烈焰山中间的山谷 大枪王看过木桶山之后 大枪王拍一手称快呀 就在山中指挥兵将修建公事 把小路给堵住了 山上备好了山石 架上强弓硬弩 大枪王每等公事修筑完毕 就绕道夺长安去了 马园这时候也没有公山 所以小枪王接着修筑公事 这座木桶山 今天就用在云南王王险 两万藩兵身上了 两万藩兵被困木桶山 不但没法迎敌 而且山中溅如雨下 连躲藏的地方都没有啊 等一阵箭雨过了 山上的兵将往下扔石头 啪啪啪 这大巨石滚滚而下 最小的也得几百斤 藩兵重箭的就数不过来了 这巨石往下一砸 藩兵没有办法 就尽量的往这木桶山当中架集中 好嘞离山边还远点啊 云南王王险跟火灵官张美吉的 一点办法都没有啊 到底王险两万藩兵性命如何 咱们下回再说 好嘞离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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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离山